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9月22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财经内演 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美联储加息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同时啊 从全球的海运价格大幅度下降这个角度 特别是中美的海运价格大幅度下降啊 来分析一下美国消费的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那么未来中国顺差大幅度可能会下降 可能人民币的贬值呢和资本外流啊都将加快 那么这个都是三位一体的啊 这是要聊的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呢 是今天呢 全国半数以上的航班 可以说是60%的航班都已经取消了 可以说一般的如果不发生什么特别大的事情的话 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 你就算是台风了 也只是3%40%的航班取消 那现在有60%的航班取消 那么我们看一下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说要发生什么事情啊 最后一个话题呢 我们简单聊一下俄罗斯动员30万的后备军 那么现在俄罗斯的年轻人呢 都是拒绝当炮灰 开始买机票啊 想方设法往国外跑 可以说是俄罗斯人大逃亡 那么今天呢 普京呢 也是禁止了18岁到65岁男性公民出国呀 可以说俄罗斯和中国占两个流氓的手法 控制老白天的手法也是越来越像的啊 那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如果是首次听我节目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我是老朋友啊 欢迎大家点赞 并帮忙转发 好 言过这传 北京时间呢 9月22日凌晨2点 每年初来是正式宣布 将政策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 从2.25%至2.5% 上调到3%到3.25% 再次加息了75个基点呢 可以说激进加息的靴子终于是落地了 随后呢 凌晨2点半 美联储鲍威尔是主持召开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 鲍威尔表示呢 未来加息的幅度将取决于未来数据 可能会在某个时间节点呢 放慢加息的速度 以评估加息紧缩政策的影响 因为这次加息呢 只加了75个基点呢 没有加到100个基点 所以呢 还在市场的预期之内 而且鲍威尔呢 他的讲话也是比较鸽派 是安抚市场为主 他还说未来可能会放慢加息的步伐 所以他的化钢诺银呢 美股市场一度啊 是迎来了强劲的反弹 蜡指呢 一度上涨了1.6% 但是发布会结束之后啊 美股是风云突变了 三大指数突然跳水 道指了 由最高点是跳水超过了837点了 截至收盘呢 蜡指是大跌了1.8% 标普跌了1.71% 道指重挫522点了 跌幅也达到了1.7% 三大股只可以说是大幅度的下挫 创了6月17日以来的新低啊 那么为什么美股没有像之前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大幅度反弹呢 我想主要可能是因为市场啊 已经开始回过神来了 因为这次加息75个基点之后啊 比如说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达到了3%以上 那么今年年底可能达到4.2%啊 所以这个利率还是挺高的啊 可以说现在加息75个基点了 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本年度呢 剩下的两次加息中啊 还要至少一次加75个基点 而美联储呢 在本年度内啊 将合计加息100到125个基点 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达到4.2%到4.3% 所以这还是比较恐怖的啊 而且这样暴力加息啊 可以说还不一定能将美国的通胀打得下去 这才是市场恐慌的根源 我们回顾美联储啊 这一波加息的节奏啊 可以说还是算比较激进的啊 自今年以来呢 美国的通胀爆表就不断了 因为美联储呢 是加息不止 特别是后面呢 是赶着加息 之前呢 总说通胀是暂时的 但是后面一看 通胀飙上去了 来不及了 所以后面只能是暴力加息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已经晚了啊 你后面再暴力的话 可能错失了最佳的时间窗口 而且呢 加息现在是比较激进 从3月份加息25个基点 到5月份加息50个基点 再到6月7月9月连续加息啊 三次都是75个基点 那么可以说 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 美联储啊 前主席保罗沃尔克 与通胀做斗争以来呢 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么迅猛的加息轨迹 但是8月份的CPI啊 同比增负 还是高达8.3% 远超市场的预期啊 市场预期是8.1% 所以很多人之前说通胀见顶了 但是8月份的还没见顶 我估计后面呢 今年可能都见不了顶啊 这个通胀还会往上走的 如果通胀打不下来啊 可以说明年加息 还是要继续的 而且呢 在2024年之前呢 是不可能降息的 所以市场之前预计说 明年要减息通胀见顶 现在看来都是鬼话 胡话 是忽悠散户的 可能完全是错的 那么这也是美股盘中啊 由大涨转为大跌的主要原因 市场在冷静片刻之后 还是回过了神 所以目前来看呢 美股等全球风险资产呢 我觉得是远远没有见底的 任何反弹 可能都是减仓 或者是做空的机会 现在市场呢 还只是在计价通胀 还没有计价衰退 目前呢 美国的长短期国债啊 已经出现了全面的倒挂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正常来说啊 一般的长期的国债 它的利息是高一些 短期的国债利息是低一些 对不对 那么现在情况就变成了 长期的国债利率低 短期的国债利率高 那么这样一来啊 就破坏了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啊 因为正常来说 长期的利率是高 短期的利率是低 所以方便商业银行运作 但现在倒过来了 所以这就抑制了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 那么这是经济衰退的一个信号啊 目前呢 美国已经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增长是负数 那么如果第三季度了也是负数的话 可能美国的衰退啊 就板上钉钉了 那么就算鲍威尔再不承认 也必须接受美国经济衰退 这样一个现实 鲍威尔的发言呢 还在说美国经济啊 没有衰退 还在增长 那么如果未来在通胀上行的基础上啊 再计价衰退的话 加上之前的通胀 对不对 两者结合起来 那么再结合第三季度企业拉垮的财报 可以说市场啊 肯定会要反映这种真实的情况 这三管齐下的话 那么金融市场啊 很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啊 崩盘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也是越来越近的啊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中美运费价格大幅度下降 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海运价格下跌的问题啊 可以说释放出的是中国出口将大幅度衰退 这样一个信号 八月末的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啊 比七月末是大幅度的下滑了近三百点降幅了在百分之九点四左右 而上海和宁波出口的集装箱的运价指数啊 更是大幅下降了八百到七百点左右啊 环比的降幅高达百分之二十一和百分之二十三呢 上海和宁波都是中国的货运重要港口啊 此外你想天津的北方国际集装箱和干散货运价指数 同样也是快速的下行啊 前者月环比降幅是百分之十六 后者呢降幅达到了百分之十七 那么从历史来看 可以说中国出口集装箱的驾运指数啊 它的走势与出口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 前者的波动明显是更大一些 那么一家知名的家电企业的外贸管理负责人啊 他提供了一组数据还是比较真实 能反映目前的海运的价格的走势啊 受到需求疲软的影响了 2022年9月 他说中国出口集装箱的美西航线的运费 大约是三千美元一个 而2021年第四季度价格最高的时候啊 一个集装箱运到美国的西海岸呢 大约是一万五千美元呢 那么现在只是三千 大家想想价格是不是下降了百分之八十 那么现在美东航线的运费啊 是五千美元左右 但是2021年第四季度最高点的时候啊 美东航线的运费是两万美元一个 可以说也是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 欧洲航线的运费呢 也从去年的一万五千美元 下降到了现在的六千美元呢 降幅也高达百分之六十啊 所以这是中国的货物出口的几条主要的航线 一个是美东美西 再一个是运到欧洲 那么除了出口相关的价格指数之外 那么八大疏流港口啊 就是中国的八大疏流港口啊 它的外贸集装箱的吞吐量 也于八月份呢 出现了急速下跌的情况 就是不仅海运的价格是在下降 而且中国的出口的数量啊 也在迅速的下降 那么这两个情况啊 说明了什么呢 我觉得说明了中国的出口啊 在快速的恶化 对不对 目前可以说应该是集装箱海运的一个旺季啊 正是美国的圣诞节之前嘛 对不对 基本上运到美国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呢 就是圣诞节嘛 这个时候你都量价都上不来的话 那么其他的时间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啊 这次海运价格的下跌啊 应该不是季节性的原因 那中美贸易来说呢 由于75%的集装箱运输啊 都是消费品 中国生产消费品运到美国 都是这样一个贸易模式 那么这实际上反映的 就是美国的消费低迷 对中国进口的需求啊 在快速的减少 由于美国各大零售企业呢 都积累了大量的库存 比如说你像沃尔玛 好市多等等的一些零售巨头 它的商品的库存积压非常之高 所以它必须啊 不要砍单 削减库存 所以导致对中国的商品需求啊 就快速的下降 进口出现了断氧 美国的库存呢 无论是零售还是批发 不管是绝对值还是增速啊 都处于30年来最高的 那么我周围呢 也有开卡车刨货运的朋友啊 问了一下他们的情况 他说去年的时候啊 诺山基码头呢 被中国的货物都是塞满了 卡车司机啊 都是不够用 而且工资很高 但是现在呢 诺山基港口啊 基本上是空的 因为中国的货物啊 过来很少 没有货物可以拉了 这其实啊 已从侧面说明了两个问题啊 我觉得一个就是说 美国因为高通胀 和高库存 所以消费萎靡啊 对中国的商品需求 快速的下降 美国超市可以说 已经没有进货的动力啊 都在去库存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是说明了 中国出口了 可能将以来断崖式的下跌 之前联邦快递的业绩啊 是重要的一个预警啊 它在一天之内 因为业绩很差 联邦快递啊 雪崩 它的股价雪崩了20%啊 可以说也是震惊美股啊 震惊全球 所以综合海运空运的情况 那么中国对美国出口呢 其实已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但是反映到中国的出口数据啊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时间来传导 或者说呢 是中国政府啊 故意是不是篡改了一些数据啊 在掩盖问题 所以七月份八月份 中国的出口顺差好像还挺好的 但我觉得那个数据的水分可能是越来越大 比之前前几年做的数据水分应该是更大 可以说棺材里的身体啊 在发臭 但是为了掩盖这些臭味呢 然后中国政府继续往棺材里面了 倒这些咸鱼 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政府的操作模式啊 在掩盖问题 就这个情况啊 也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呢 美国的消费是非常疲软的 美国的经济明显是放缓的 那么未来衰退的阴影和预期是越来越大 这是美国 第二呢 中国出口的顺差 主要来源过来就是美国 基本上占了60% 对美出口断崖 那么意味着中国的顺差的断崖啊 目前中国的顺差 它是完全依靠货物贸易维持的 大家注意啊 外贸有货物和服务 还有资本 对不对 但是中国的顺差呢 主要是靠货物 因为中国的服务啊 基本上都是逆差 还有资本项 现在也是逆差 资本项目的三大项 你看一下 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 还有其他投资啊 全部都是逆差 说明资本都在外流啊 全球资本都在流出中国 那么这也是人民币啊 直线下跌的经济基础 和主要原因 今天呢 大家看一下 尼亚人民币啊 是跌破了7.1的关口 创下了2020年6月以来的新低 那么未来人民币啊 这个雪崩的速度啊 可能说不会放慢啊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就看中共政府啊 是怎么维稳 怎么操作了 美元是继续大幅度的加息啊 横止已经跌破了18000点 这样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 同时呢 也是跌破了3月15日底部 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 目前呢 港元的汇率啊 又到了弱保证方 港金局呢 也在维稳港币 有消息显示了 香港银行向港外汇款单次的薪额 调到了16万港币 也就是2万美元 那么更大额度的汇款呢 需要提前登记 也就是审批 所以这个事情呢 目前引起的反省还是挺大的 半年前呢 这个数字是50万港币 那么现在只能往海外汇16万港币啊 而更早之前是可以汇500万港币的 大家想想 从这个数额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啊 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它的自由度啊 是在下降的 营重在向中国政府靠拢 香港正在由之前的全球金融中心 变成一个金融管制的地方啊 基本上就像上海深圳这样的啊 可以说也是加速度啊 当然到底是香港所有银行是在这么做呢 还是说只是香港的部分银行在这么做 那么这个还需要得到证实 这个消息呢 也从侧面呢 说明了香港已经开始进行这个金融管制了 准确说是外汇的管制 所以香港的美元是不够用的啊 之前我在节目里面也都说过 为什么不够 大家可以回去找一下 那么这就意味着香港金融自由港的历史 我觉得已经是终结了 未来香港资产呢 如果要转移到海外 这个难度可能会越来越大 如果大家有香港资产的话 还是要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啊 尽快早做准备啊 而香港楼社可以说 现在已经开始大幅度的下跌 现在要抛掉香港的房子 你不出点血 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啊 如果是有香港的朋友 应该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目前呢 香港可以说是古债 汇楼啊 四沙 资本啊 正在大量的逃离香港 和逃离中国是一样的 今天得到的消息是 全国半数以上的航班啊 都已经取消了 那么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从昨天开始啊 中国包括上海 广州在内的各大机场 全面是取消了航班 包括沿海地区 也包括西藏 很多航班都取消了 有各种航班取消的信息披露了 可以说这个是肯定的 只是目前呢 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由于是全国性 极其少有的大面积的航班取消 那么这个大面积啊 是高达50% 60%以上的航班取消啊 我看到一张表格上 有半数以上的航班是被取消的 没有声明公布是什么原因 那么在一些乘客中 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啊 有相关专业人士说啊 这个大规模取消航班 必须是军方的指令 空中交通管制权呢 是由中国军方决定的 然后呢 在下指令给民航管理部门 空域是流出来了 军方飞机才可以随意飞 那么这是军事计划 至少是有军事预言 这是相关人士 是这样说的啊 中国可能是把空域要流出来 做演习 或者是特殊管理用 那么截至9月21日晚上10点 全国的航班取消率啊 达到了近60% 以往航班取消率啊 基本上都是20% 你就算是天气异常有台风的呢 一般也就是30% 40% 那么现在你到了60%的航班取消 这个明显就不太正常 这个比例非常不同寻常 特别是当前呢 中国的国内外的局势 非常诡异 很复杂 对不对 二十大要召开 还在搞清零 大面积的封城 而且国外的局势也是很紧张 所以中国取消60%的航班呢 还是让人产生很大的联想啊 那么中国在限制航班呢 俄罗斯也在限制航班 俄罗斯是什么情况了 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现在打乌克兰 眼看就打不赢了 要被打垮了 俄罗斯啊 开始策划了 占领乌克兰的几个地方 开始攻投 这是他耍流氓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宣布啊 动员全国预备役的军人 要动员30万人 来和乌克兰打仗 大家想想啊 俄罗斯啊 在乌克兰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对不对 之前几十万人可以说 是不是打得差不多了 现在又要继续动员这么多人呢 俄罗斯年轻人呢 显然是不愿意当普京的炮灰 然后纷纷大逃亡 航空公司和旅行社的数据就显示了 本周啊 从俄罗斯出发的国际航班 要么机票是售完了 要么是价格暴涨 大批不愿意参战的俄罗斯人 选择是逃逆俄罗斯 那么有一个视频呢 是从莫斯科和圣比德堡出发的航班呢 可以说是非常密集啊 基本上都在往海外飞 飞往土耳其 欧洲 美国 基本上非常繁忙啊 你看俄罗斯的航班啊 几乎机票都被订完了 但是俄罗斯政府呢 也在打压啊 今天据说是抓了一千多人呢 因为俄罗斯国内很多都在举行抗议活动 反战啊 反对普京动员这么多人 继续和乌克兰打仗 为了防止公民外逃啊 俄罗斯也是停止了向18岁到65岁的男性出售机票 那么这样的手法可以说跟熊二也是越来越像啊 两个流氓啊 相互学相互对比 只是中国呢 是不给你办护照 比俄罗斯可以说是更狠啊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 点赞 请大家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 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 加勤 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旅士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广洒网各国移民旗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的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以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两千多个家庭办理了加拿大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有三十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专业移民服务团队有五十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加拿大雇主担保一名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拿到逢业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绵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一名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封业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留学移民等等 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孟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等地 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外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治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圆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